二零一五年雲門在淡水有了新家 第一個開幕演出就是雲門二一年一度的春豆 雲二藝術總監鄭宗隆從小時候的宮廟文化記憶出發 編寫了新舞作叫做《來》 另外雲門也首度跟編舞家陳韻如和黃懷德合作 推出兩支新舞作 林懷民說雲門的淡水新家可以看山看海看表演 這個夢想即將實現 舞者擺動身體姿態搖晃搭配鏗鏘的音樂聲響 彷彿雞同或是三太子在舞台上起雞 這是雲門二藝術總監鄭宗隆在春豆2015中推出的新作《來》 創作理念源自於獨特的童年經驗 我有看到一個雞同在起雞 這個大叔就是在幾分鐘裡面 他可以很快變成另外一個樣貌 他有點像是一個演員或者是像一個舞者 他可以很快地在一個時刻轉變變成一個樣子 我很好奇這個是怎麼發生的 所以這個東西在我心裡面留下一個印記 鄭宗隆將舞座命名為來 也透過編舞的過程讓自己去面對宮廟文化 去除曾經生子在內心無味的恐懼感 很多的民間信仰會停留在一種比較好像是沒有受到教育的一種階層裡面 所以他好像某方面已經被框框起來了 所以我覺得我是不太敢去面對這個議題 可是我覺得我如果沒有做他 他好像就沒有被另外一種被舞蹈轉化 像過去看裡面現在看外面 然後看外面看到什麼 可能是看到我的我的童年 看到我的信仰我的文化 然後把它表現出來 那之後我還會不會看到更大的世界 然後我還會走到哪裡我就不知道了 雲門舞集搬到淡水 鄭宗隆接任雲門二藝術總監 春鬥2015將打頭陣成為雲門劇場的首檔演出 雲樂在當初林老師跟曼菲老師創立的時候 希望這是一個給年輕創作者的一個平台 跟給他們這樣的舞台 所以新的劇場我覺得用新的人 然後新人就有新的氣象 而且年輕人代表未來 所以我們才邀請兩個很年輕 但是讓我感覺非常有壓力的編舞家 舞者手上抹著油彩 身體猛烈搖晃顫動 雙手卻仁向上探球 展現出旺盛的生命力 這是編舞家陳韻如的作品 《衝撞天堂》 我這個作品想要呈現的是一個力量 然後是一個往前走的力量 對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 我感受到一些事情 就是大家可能在比較自視的規矩裡面 然後就會 OK 好 我們賺錢 因為要生活什麼的 然後就會妥協 那我覺得在生命中 那個妥協一旦多了之後 其實人的生命力就會消失 為什麼是說衝撞天堂呢 那天堂這個東西我覺得 對我來講是一個生死的概念 就是我們大家死了之後 就是大家會說要上天堂 不要下地獄 要往西方極樂世界 對 那個地方我就覺得 為什麼一定要等到死了之後 才可以到達那個美好的地方 為什麼不能現在 就用你自己的力量去到達 編舞家黃懷德回頭 關照自己曾經低潮的情緒 以及編舞過程中 奶奶過世的心情轉折 完成舞作暫時而已 舞者在晃動遊走的舞之間 展現出無可奈何的人生滋味 你的生命中一路走來 從你身邊的人離去的人有多少 那他對你來說多重要 所以跟他的相處 我甚至懷疑是真的有存在過嗎 就是那個暫時而已 這件事情 那他在你身上是留下什麼 因為我用了走這個元素 不同形式的走 那走他對我來說 他的想像空間是在於 你可以隨著那舞者 他看的表情或狀態 你可以去想像 他現在走的是什麼 在一條路上 新人新作 雲門2春逗2015 展現不同的舞蹈姿態 邀請觀眾到淡水 一起為雲門劇場揭開序幕 請問看 欠二網 寡一次 拍攏 拍攏 拍攏